Fx 播放 香港時間大概在晚上9點左右 這是今天第一節的節目 又是講FTX FTX 無論如何都要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加密貨幣所造成的金融風暴 有可能會影響到大家的現實生活 至少在新加坡是 因為今次FTX其中一個苦主是淡馬石控股 淡馬石控股究竟有投資了多少 或者Ontario的Teacher Pension Fund都受到影響 因為有投資FTX 而且應該有其他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或者投資加密貨幣的基金 這些受到進一步的影響 即是不會是一兩間的事 是很多間的事 連鎖反應,火燒煙還算 所以我第一個中國一開始 我想說的是 現在不要炒幣 如果有些契特,熱狗很熱衷於家人炒幣 你可以直接當那班人是全家產都可以 現在的人炒幣真的是全家產 我可以跟你說 其實FTX搞這麼嚴重 當然,表面原因就是因為LUNA爆大禍 然後就燒過去 因為LUNA爆大禍 然後三戰資本 那些公司頂不住 那就是骨牌效應而已 然後就弄到FTX FTX8一定有另一堆 Crypto的交易所 或者是那些基金 所以不會停的 這件事 這件事要去到 這一堆Crypto Bubble 所造成的 企業掃了 你才會停 正如 以前科網的時候 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科網熱潮 科網熱潮 科網熱潮幾多的公司 不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香港也不少 香港 是後來那堆公司被人掃清了 OK 就是 最後 那個浪潮裡面 那堆大公司都停了 你後來看到 然後有很多都停了 接著 Google 跟Facebook這一堆公司才起的 才有今天的 互聯網 我可以說 台面術所 那些所有交易所 那些全部 都不會 都不會生存 應該最後是 你Crypto之後有希望 就是這一浪 你搭雞棚那些 雞棚都死了 接著剩下來 真的做事那些 就是 但是不會是今年出現的事 不會一樣出現 我首先說 其實 現在那個 加密貨幣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整個問題 不是記不記熟 你不要跟我說 什麼一大堆 Crypto那些Dragon 全部都是Bush來的 其實很簡單 監管問題 因為你現在搞Crypto那些傢伙 你由LUNA 到 今次FTX 就是 薯片奧 薯條奧 出事 整件事 全部都是 講來講 是一件事 監守制度 四個字 講完 你這個MARUNA 搞那個韓國佬 自己搞了多少事出來 根本就自己 到底怎樣 你明知道那些事情 不可以這樣做 他都監視要做 那就出了事了 那次FTX更厲害 他直接 你看過 是監管最好的其他監管所 但是他夠膽洗那條 你後面加 Backdoor 系統 那次就暗中把那些錢 抽到其他地方 這個真的很離譜 但是我告訴你 這些離譜的事情 十分之多 現在監管Crypto會被監管 其他金融機構中難 因為玩Crypto那些傢伙 很多是Program人高手 你以為 我們一般 政府部門的雷聞 以為 監管 這班人 你以為 他們的技術能力 都高過你 他後面放了一個 backdoor 偷債的錢 你都死了 不知什麼事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 一班技術很厲害的人 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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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很多事情 其實 應該是 不應該是這樣 走 例如 以前科網的時候 那些人說 Dotcom熱潮 又有Porto 又什麼 但是 那時候 我們問 那時候 如果真的做這行的人 只要問一個問題 你的references model 我怎麼收錢 你不要跟他講 A輪投資 B輪投資 C輪投資 所以你什麼信報 做什麼startup版 我看得很誇張 我覺得 因為 我本身是科目岸潮 我第一份工 我記得 我試過是CTI content部門 走出來 i-channel走出來 那時候我只是寫這些東西 做研究這些東西 所以我是很清楚什麼事 一開始的問題 What is the reference model 我怎麼賺錢 我做了廣告之外 Where is the money 沒有人回答 因為以前 舊報館 我最初知道 Where is the money OK 後來 為什麼Google生存 很簡單 Google 他2000年的時候 他公元2000年的時候 我所謂的 I-sense technology 他問班 我過購買 他解決了廣告的問題 即是 將Sert Engine 變成一個精準廣告 即是他用Sert Engine 技術 令到他找到 你的內容應該自動 配合什麼廣告 變成提高了廣告效率 他才會贏 是這樣的 因為他解決了 referencing model的問題 全世界都要進攻給他 是這樣的 其實你說 我從來都不考慮 投資Mata 以前叫做Facebook Incorporate 很簡單 Where is your revenue model 結果你賣私隱 你賣私隱 你賣私隱 你賣私隱不成 現在元宇就元宇就怎麼賺錢 所以如果你真的 我現在怕Mata爆 Mata會爆 這間公司 告訴你 因為你的referencing model 不清楚 很簡單 你這堆幣 你不要跟我說這麼多 Dragon 我只是講最正本清原的一件事 你那個貨幣的穩定性是怎麼做的 除了中本充的模式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去 特別那些什麼 美元 linked 那些 貨幣那些 你那些資產怎麼監管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些資產核數怎麼監管 大哥 你一般來說 你美國那些政界 都被那些IT公司 玩到彈彈轉 你聽美國國會 聆訊 Facebook Google那些公司 那時候 他們真的講到天花紅紅 大哥 那些國會議員都不知道問什麼 那些國會議員連他的助理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多都不知道的 我去跟你講 這個就是個問題 加密貨幣本身的理念 你可能說未必有問題 問題就是 你一幫IT在那裡問的人 你跟著那幫人有監獸制度 這樣就倒閉了 所以你問 所以 為什麼我以前叫佛系玩幣 我佛系玩幣 我是 我是 有得挖回來的 幣 放在Cold Wallet上 OK 我說Bitcoin的主要查 炸 我連ETX都想炸 我說什麼 以太幣都想炸 因為以太幣都想炸 太多Dragon 你聽了 每一次Bitcoin 一概念 我說 你炸什麼 Bitcoin 這麼老套 你看到其實最後你所有東西 這堆友仔的東西 他最後其實指向的儲備都是Bitcoin 有多少Bitcoin 在手 有多少Bitcoin 或者多少美金 說完 沒有辦法 這個 因為最穩定的是中本中國的結構 始終 因為中本中國的這個人是實正的 問題就是 我罰系 我不會買幣的 我又不會炒幣的 我是滑了放在那裡 說完 沒有辦法 因為你這幫交易所監守制度的問題很嚴重 甚至是 有一部分那些熱潮是SEO炒出來的 那些炒出來的 都很明顯的 在香港那幫炒幣雞排 我都是的 他找那些熱狗來 你怎麼 來 攪拌這件事 你都知道有問題 其實有一個標準 很簡單 香港就是 熱狗碰到的東西 你怎麼 Walk away 就對了 熱狗反對抗爭的時候 抗爭就成功 熱狗擦一隻腳 抗爭到的一腳 抗爭就完蛋了 說完 因為是幫會來的 黑社會 這幫 我也住過直言 熱狗哪一個好人 好了 這個就是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FTAC這件事不會停的 應該會有這麼多幾間交易所 特別的那些 那些 FTAC那些投資者 其實很多很大 又紅燦資本,又達馬石控股 而達馬石控股都更加 所以你說新加坡 是不是這麼好景,我有保留的 當然,我對新加坡的看法 我就在會員派講,我不在這裡講 因為我講得挺直接的 我講得挺直的,挺率直的 我可以講,我對新加坡曾經有保留 但是原因是 達馬石的投資組合是令人不安的 簡單來說,我很簡單這樣說 他的投資組合,我不是一個 feel comfortable 的投資組合 如果我有投資,我不會跟他這樣玩 但是這樣就是 為什麼達馬石控股,就是on tile的 teacher pension fund 都會玩這些 其實是很risky的 product really risky, I can say 我想我是超保守的 我拿著石金,bitcoin,那些全部 保守都不保守的 product ok 有些人說我股很親生的 我就是變 我就是,我是屎高字來的 的士尼德條那個屎高字來的 我就是這樣說自己 但是ok 為什麼他們會 這個就是退休保障怎樣搞的問題 其實我一直以來,每個人自己的儲衷 去為自己的未來 做不到事,或者未來的 醫療費用所需,做囚務 沒有說錯的,這件事情 你自己做就行 但問題就是 compulsory 你要一些不懂投資的人去儲蓄 ok,為他的future 但是你為他的future的時候 你有一個問題來的 你的投資 投資 你的投資 那個回報 如果是全部追不上那個通貌膨脹 那你是不夠錢的 其實不夠錢給我退休的 所以你其實,你最後就是怎樣呢 你所謂的退休組合 是追求高風險 高回報的很多 現在,這幾年都是的 因為 如果不是我沒有辦法維持那個 退休生活水準 因為人要的越長命 那我怎麼維持那個退休生活水準呢 我講的是 人到晚年的生活開始是最多的 因為醫療費都吃了很多錢 ok 醫療費 那些康護照料的費用 但是你沒有收入的 花錢就花得很快 但是你沒有收入 那就好了 那大家就要求很大筆錢去退休 ok 你就是在說 如果你要退休舒服 身生活舒服的 我想你身家沒有三千萬 你也沒有這樣 三千萬港幣 當然不是三千萬歐 三千萬歐 我就很有錢 但是如果你要一個書書書 我計算是三千萬港幣 那你問題就是 你怎麼籌三千萬港幣出來的 阿哥 好了我當有一部分人買過的 ok 一千多萬 你住那裡是定數的 已經 那就好了 醫療費 其他的那些 不用吃啊 不用找 你藥物那些很貴的 可以 你這樣一來 就大件事了 人人都很有壓力去追求高回報 好 人人都很有壓力去追求高回報 那你那些退休金 所有退休基金都變得非常無盡 港幣一招發達 個個都變得很無盡 因為你要高峰 因為你要應付退休壓力的嘛 就是你不可以罵 Ontario Teacher Pension Fund 或者是大馬適控股不負責任 因為如果他的回報追不到那條數 你又會吵架他的 你又肯定啊 這個 所以變成了近年 這些退休基金不是投資中國投資的 因為這些是全部是Risky Product來的 為什麼他明知道Risky Product都是投資的 因為如果我不敢投資的話 我沒有辦法向那些投資者交代 因為那些投資者是需要 你說的是一群不懂得投資的人 他需要一大塊錢去 是為了美國的需要 不是個個人好像我那樣 有一定的投資那個 knowledge 亦都不是每一個人都學到投資的 knowledge 因為你學投資那些東西 你是要有經濟和數學兩邊的東西在那裡的 就是你讀CFA的時候 哇一大堆微積分來的 不是STAC和微積分 你猜個個都可以讀STAC和微積分的 你不要玩啦 我都是因為那個時候 CFA的時候我對STAC的概念很鞏固 我才知道SEO那些東西是怎麼樣 因為SEO那些東西又是STAC來的 又是 又是從計學的那些走出來的 那些東西 又是很隱私 就是correlation那些關係 correlation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叫我 你叫我弄個數式 或者弄個graph出來 我就不懂 但是那些東西都是 那些原理是 但是你知道那些原理 你才知道原來那些人是這樣玩的 你沒有辦法的 你 其實我想全世界 獨自西方發達社會 要談一件事情 就是究竟怎樣解決 退休融資的問題 退休融資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你會有很多那些 即是你很多錢 你會變成 我不知道怎樣 安全 怎樣平衡安全和高回報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有些 譬如德國那些 德國那些是全民退保 即是那些左膠的玩法 左膠提的那套是 是德國人發明的 是 Bassim 發明的 除富除之那個 Bassim 發明那套 有一個很嚴重的rude hole 即是他當然有投資的 德國退休 工營退休補償系統那個 即是那個所謂 Deutsch Rensversicherung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德國那個退休補償系統 是需要很多年輕人 你不可以人口老化的 人口老化之後 他會破產的 之後 因為你沒有年輕勞動力 他可以繼續保持公款 笑紫化會出事的 所以 那些人問 為什麼德國要這麼多 藍民那些 Angelo Berger 傻的 Doug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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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o Berger 很清楚自己做什麼 因為 如果 因為他從前東德國 很多人 那些退休金 是不夠錢的 喂 我們West Germany 那邊的人 好些 奧斯德國那些 大善事 大哥 奧斯德國那些 不 因為東北的經濟差 他那塊錢 是很不夠 是under的 其實 是不夠的 你沒有那麼多藍民 所造成的那些年輕人 那些嬰兒子 其實他 他不是 他都遇到年輕那一班 就是他進來那一班 那些父母那些 是做不到事情 他遇到的 他是長大 這班人 會不斷生小孩的 這班人不斷生小孩 長大之後 造成的勞動力 那個投放 他會解決人手不夠的問題 不只 而且 會保持住 那個退休保障系統穩定 所以他還要怎樣 貼錢都要給這班人生小孩 那條數是這樣計的 你有沒有計過那條盤數 這個Android Merkel 你真是蠢的 他不蠢的 大哥 你知道德國本來的文化 不是那麼多元 融合移民的 究竟這麼融合移民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他再不用融合移民的話 第一 他很難跟美國競爭 第二就是 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 他的全民退休保障會破產的 大哥 全民眼炒 就是東面 Ostraderland的人 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但是Ostraderland的人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哥 我不多知道年輕人會 你現在 煉月珍都叫大家 為了保住香港民族 要多生孩子 說真的 全部有禮優的 全部的東西 煉月珍不是交流的 煉月珍 他在自由亞洲電台講過 那系列的東西 是值得聽的 那個是他想過的 煉月珍 他真是經濟學高手 他真是經濟學高手 他真是 很簡單 所以你說 這個FTX問題 就是 這種雞排澳 怎麼可以連 南亞石 恐股都會上當 當然 我新加坡 那個 新加坡有限公司 我要派息給股東養澳 而且 新加坡人很長壽 大哥 以前 新加坡人沒有那麼長壽 現在新加坡人 八十九十 一百歲那些 好多 大哥 因為新加坡醫療所好 對政府造成很沉重的壓力 所以 我可以說 會爆肌的 很容易爆肌 我想整個發達社會 要談一件事 當人口越來越增長的時候 究竟我們的退休融資 是怎樣做 這個所謂中央 公積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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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會縱容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結果就是怎樣 搞到金融不善天下大 但是你說 德國那種屯民退步也不是辦法 因為德國那種屯民退步 是 你要不斷地瘋子 你才能保持得住 好了 What is the another solution 這個就是 這個我沒有答案的 這個 我真的沒有答案 如果有答案的話 我去過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我拋出來 我不是經濟學家 我只是看到那個問題在這裏 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放在這裏 這些就是 為什麼 我就不熟悉的 我有朋友是真的熟悉的 是真的在經濟學做研究 真是這些厲害的 不是那些劉政 劉政這些不懂經濟學 劉政說自己懂什麼學 叫他shut up 那個死人的屎塌症 叫他shut up 你連自己的日本研究 你都在搞不定 你 收爹 你 不要假裝專家 熱狗很喜歡 熱狗 我都可以說 這個問題 究竟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沒有答案 但是我看到FTX的問題 後面其實是這件事 所以我可以說 不單止有更多公司會 捲入其中 被發現 不用說 但是可能會造成金融風暴的一場 第二 這些這麼高風險的投資 你中國那裏一爆 那一刻才會帶來 你知道這麼清楚嗎 中國一爆的時候 肯定很多這些 pensual fund會出事 介紹我真的 我應該是幾好看的 好了 今晚第一次到達 第二次香港時間 晚上11點左右 好